今天是911 9月11号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知道共同的意思 就是本拉登亿万富翁 在阿富汗的山里头 骑一条毛驴 毛驴多大多小咱不知道 但是亿万富翁骑着毛驴 就在911这天 指挥着他这些亡命之徒 在一个小时之内 劫持了四架美国飞机 干了那么当事情 你让美国特种部队 你说截伊朗飞机 一个小时之内干掉四架 都给他成功 你是吧是吧 谁去做这种计划 都觉得是神经病 不可能啊 对吧 飞机那怎么截 人家骑着毛驴就干了 什么意思呢 有些事情啊 是一种天意 可能做的恶事本身 从某种意义上 也是一种天意 为什么呢 有佛必有魔啊 有神必有鬼啊 对吧 拉登做的事情不 他也是表现出魔鬼的一种 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那杀戮 杀生 以不论他以什么样的名义 其实他都是一种罪恶 干成了 干成了 涂害生灵 营造恐怖 那就是跟魔鬼一样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 人算不如天算 有些事情呢 发生呢 有他背后的故事 但是从今天 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有神论 他相信无神论 他认为人就是人 嘎吵死了 嘎吵活了 那扭过脸来 自己就被自己的观念 容易给嘎吵拢 对吧 嘎吵的原因就是说 仅仅相信自我的人 是没有出路的 会被自己的能力 被自己的广博的有限的知识 我说广博的有限知识 是认为今天有电脑 有一切都会认为自己 人肯定不得了 这是一种广博 有限呢 就是自以为是造成了 个人在看待事情的 狭隘的这种眼界 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911呢 是个悲惨的故事 同时呢 希望能够唤醒更多的人呢 能够重新思考自己呢 作为人将如何去对待 当时我判断呢 估计会有更多的年轻人 走入教堂 走入一种某种信仰 在西方的社会当中 可能他唯一能选择的 或者说普遍能选择的是 进入教堂 大概过了两个多月到三个月 当时的纽约时报 就登出一条消息 在美国很多的年轻人 重新走进教堂 寻找人生的真谛 其实呢 同样 在四年前 北京奥运会 奥运会之后 2008年的9月11号 毒奶粉事件 被揭示出来 天下哪有这么凑巧的事 一个正体 最具嘲讽的是 就在9月初 CCAV创造了一个栏目 中国制造 多响亮 第一个品牌 就是三鹿奶粉 咱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三鹿奶粉 但是他说 三鹿奶粉的质量检验 1100道 当年咱金融点击已经有了 所以我当时的评价就是说 1100道 质量把关 是保证三具清安 能够不被人发现 所以911 两件事情发生不同 不同的地区 但是大范围的影响 普通的人 他展现出来的就是邪恶 我一再提到说 今天中共表现出来是邪恶 911 在今天的互联网上 在微博上 在CCAV上 在这个新华社上 在环球时报上 有谁去纪念 2008年的911 所以每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要明白 什么叫邪恶 眼门前的 中国共产党 就是真正的魔鬼的邪恶 那书归正传了 习近平 到现在 到我做节目的时候 依然处于消失状态 那他表现出来 不正是中共本身的黑箱的 作业的一种状况 没人知道发生什么 有人知道 但是呢 大多数人都在追 世界各大媒体都在问 习近平怎么了 BBC这么说 习近平你在哪里 英国金融时报 在头版报道就询问说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的领导人的习近平 从公共视线当中消失了 成了不解之谜 那习近平的消失 引发了朱德的猜测 包括传言 谎言 谣言 和阴谋 那说法比较统一了 一个是说认为健康原因了 但是当局又似乎不愿意说 到底什么样的健康原因 造成习近平不露面 而每日电讯报呢 也在头版头条当中提到这件事情 说 九天来 被任命为下届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 从公共视线当中消失了 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九月一号 此后他取消了一系列的外交事务 他说这种情况呢 到现在呢 没有人给予任何的答案 而同时与习近平一同消失的 还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当中的 另外一个人 贺国强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的阴谋论的猜测 那贺国强被认为是整肃薄熙来的政治对手 那自八月三十几号以来 贺国强同样也没有露面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那BBC接着就发了另外一篇报道 实际有关习近平上哪去呢 BBC我数了一下呢 从昨天到今天呢 前后有六篇文章 那下面BBC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习近平下落继续引起揣测 上来讲说 习近平依然到现在没有公开露面 在中共官方依然保持沉默的情况下 他的下落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猜测 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 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 这方面没有掌握任何情况 当有记者追问习近平是否还活着的时候 那洪磊回答说 希望你能问些更严肃的问题 关键呢 是在这种状况下 在流言四起的情况下 有记者直接这么问 这是很麻烦 就是说 他表明着大家对中共的现在内部打斗 到了到底到了什么残酷的程度 这是一种揣测 那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作为对比的呢 大家想想过去的几个月里 我们时不长的可以看到江泽民活着 活着的消息 对吧 我一直跟大家分析 那是个死活人 活死人 是曾庆红干 他根本不可能了 但是他要用他的名义 对比习近平的沉默 大家就可以想 我现在以我个人的角度 我也很难说 习近平一定是这样 或者一定是那样 但是我们可以对感觉出来 这独裁体制之下的这种黑暗 同时也能意识到 今天现今的中国社会 中共政坛的最高层 遭遇了恐怕是中共建政以来 从未有过的这种四分五裂和残酷的程度 才会出现今天的场面 那文章引述了不同的三个消息来源 有人说呢 习近平游泳呢 肌肉拉伤 这是最早是日本人说的 有人说呢 习近平踢球的时候 把一条肌肉拉伤了 这个我就 我就没想过说 习近平踢球 这个咱不知道 那第三个消息呢 就是也有说呢 是纽约时报的 讲说习近平的 有轻微的这个心脏病 我不知道情况有多重了 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 中共的主要的官员 举个例子 周恩来 周恩来在癌症晚期时 当他出现癌症 毛泽东不让他治 不给他治 癌症晚期时 他忍痛依然在接见外宾 这是我们当时看过的场面 所以应该说 一些小病小灶呢 按照中共的这种 要顾忌外场的这种 这种氛围吧 这种做法 这种规矩吧 应该不会像现在习近平 出现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说 受一点点伤 所以就不见面了 不是 绝对不是 在这篇文章里 他也提到 你今天在各大微博网站 打入习近平 想寻找什么消息的时候呢 你发觉是违法 就是不让你寻找了 美国之音呢 他同样呢 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也爆出了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呢 他的着重点呢 不太一样 他主要盯在了 中共的外交部 所以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习近平至今没有露面 外交部 缘何如此 慌乱 中共外交部呢 实际透过他的管道呢 曾经向媒体发表过一个消息说 习近平在9月10号 星期一的时候呢 将与丹麦首相会面 而在丹麦首相的星期五拿出来的行程 日程当中呢 却没有 应该说中共在摆乌龙 而到了星期二 9月11号的时候 总理温家宝与丹麦首相呢 有见面 但是呢 也没有见到习近平的踪影 外交部解释说 是习近平的日程有冲突 但是媒体并不接受这种说法 观察人士指出 一向很谨慎的中共外交部 这一次在没有完全落实的情况下 却匆忙宣布习近平 星期一将会见丹麦首相 显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外交部急于消除 铺天盖地的猜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种摆乌龙的事情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事情看来越来越复杂 习近平究竟到哪去了 外交部在这个问题上 为什么表现的如此慌张 公众拭目以待 那咱们大家伙一块拭目以待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